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过去两周 中美双方牵头人就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 进行了认真建设性的讨论 同意随协议进展 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 贸易战终于峰回路转 取消关税就是胜利的曙光 消息一出 全球资本市场应声暴涨 每股三大指数同步拉升 横指拉升超300点 再创近期新高 当然 最亮眼的当属人民币汇率 受利好影响 人民币连下数关 短时间内飙涨近500点 截止发稿涨势仍未衰竭 在小编看来 今天这个消息无疑是中美谈判以来的重大转折 原因有二 一 商务部宣布 中美同意随协议进展 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 以往每次谈判 美国充其量是取消部分关税 而这次 中美双方达成一致 以加征的关税将逐渐全部取消 今天 金融时报引述五名消息人士指出 白宫政府官员正在激变是否取消9月初 对112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15%关税 美国此举等同于响应中国和美 达成贸易协议的核心诉求 二 中美双方达成协议 同步等比率 取消以加征关税 同步等比率是关键字眼 贸易占你来 中国的反击始终被网友认为力度不够 美国加征了3000多亿 中国再加征几百亿 不对等 而现在 双方等比率取消关税 中国取消50% 美国也要取消50% 从这一点来说 中国虽然只加征了几百亿 但力度已足够 今晚 如果特朗普不否认 无疑就是默认了 当然 为了取得谈判进展 中方也交了投名状 一 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 二 汽车领域全面开放 今天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 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 全面取消外资银行 券商 基金的业务范围 对外资机构的其他要求也再次放松 同时 外资生产新能源车享受同等待遇 燃料消耗与汽车积分规定也同步修订 在小编看来 中方的表态看似让步 但更多是为了激励国内汽车和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 以前 为了呵护国内的企业 政府一直互犊子 但是 过分的呵护反而成了束缚 保护最多的汽车产业几十年都没啥进步 套取补贴的骗子倒是层出不穷 金融业也是一样 虽然依靠垄断赚取了丰厚利润 但在国际市场却没有多少份额 相反 没有任何保护的家电手机等早就问鼎 全球 华为 格力等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除了农业 中国其他产业都不怕竞争 事实也证明 只有狼来了 羊才会跑 才能跑得快 跑得远 今年以来 全球经济下行愈发明显 各国央行联手降息 但效果却杯水车薪 一张地铁票引发骚乱 更从侧面反映了经济形势的严峻 中美贸易战归根结底 是全球经济下滑下的存粮博弈 美国历史是舍人未己 这是其他国家基因决定的 虽然太平洋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 但很遗憾 美国不懂这些 特朗普更不懂 而今 特朗普终于感觉到疼了 贸易战曙光出现 中国步步为营 后续来看 中国仍需抓紧时间勤练内功 要知道 综合国力永远是外交谈判最重要的筹码 有一个问题 坐在美国白宫里的领导们 也许永远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中国越压越强 为什么把中国打趴下竟然这么难 在这些领导看来 他们已经举全国之力 在经济上 科技上 军事上打压中国 制裁中国 扼杀中国 而中国就应该像日本 德国那样迅速服软才对 但是出乎他们预料的是 中国竟然都挺过来了 而且发展的还很好 于是 这些白宫领导开始陷入癫狂 开始越来越不择手段 前些天 美国副总统彭斯再度发表了涉华演讲 将中国的经贸 香港 台湾 宗教等政策攻击了个遍 诚然 作为一名中国人 我们早已对此类发言见怪不怪 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呀 在小编看来 美国的某些政客天生就是一副奸象 他们不是在借机抨击中国 就是在去抨击中国的路上 反正 干不出啥好事就对了 对于此事 我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评价 则更为直接 一派胡言 相比彭斯贼头贼脑的抨击 我外长显得格外霸气 身正 影子就正 满口胡话的彭斯IP是咎由自取 书里彭斯的涉华演讲 不难发现 他对中国社会制度和人权宗教状况蓄意歪曲 对中国内政 外交进行无端指责 内容涉及意识形态 宗教信仰 南海航行自由等诸多方面 我不能说他通篇一无是处 但总体而言 确实是大放确词 谎话连篇 信口雌黄 胡说霸道 甚至连同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品牌都躺枪了 彭斯觉得这些企业反华不积极 因此显得卑躬屈膝 例如 他就香港问题抨击耐克和NBA 指责他们向中国金钱和市场的诱惑叩头 表态自己将和香港站在一起 然而 企业直接回应彭斯 让彭斯先闭上他的臭嘴 企业代表反问那些政客 既然担心中国 为何不终止与中国的所有交易 非要拿我们企业开刀 如今美国企业在华的现状是什么样 难道你们心里就没有点逼数吗 事实上 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我们就拿美国在华的巨头行业 汽车行业来说 为啥美国汽车在中国销量一直不高 首先是不认同其人品 并不是美国技术有多差 技术差距是德系车赢得市场后 从收益中拿出一大部分用于研发 才逐渐拉开了差距 再加上美国搞贸易制裁 无论美系在美国多吃香 在中国顶多是二流品牌 甚至是下等品牌 总统坐驾拿到中国 烂大街也没几个人要 汽车市场现状反映出的是 美国货在中国越来越不吃香了 现在还有一定市场将来大概会逐渐消遣 美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如此 在美国国内同样也没好到哪去 由于美国国内各种原因的影响下 美国各大老牌车企纷纷开始了罢工运动 难怪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认为 中国全面超越美国所需的时间不多了 甚至部分人预估 有可能在十年之内 中国的综合实力就会领先美国 美国衰落可能就在一夜之间 单从经济数据看 中美两国JDP的差距有数十万亿人民币 很多人认为中国赶上这个数据 需要走一大段路 但实际情况可能没那么累 因为美国的泡沫很大 两国实力越接近 美国的泡沫破灭的越快 第一 美国的金融业占比很大 这个行业深受美元霸权和美军式霸权之称 就算美国经济不增长也没关系 只要美国坐稳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能对外发动战争并打赢战争 这个行业就倒不了 总统一忽悠美股纷纷暴涨 整个金融业一夜间就能变繁荣 美国保不住霸权的时候或者打不赢 打不起仗的时候 整个行业就会一泻千里 结果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重 美国当前的形势就是如此 中东战场噩耗不断 被伊朗击落无人机 叙利亚北部惨遭连窝端 经济上面临中国连年逼近 守不了多久了 第二 中国的工业规模早就超过美国了 美国GDP领先中国靠的是势头 势头被打压下去了 美国就剩不了什么了 美国领先中国的除了部分科技领域的领先 其他全是虚的 工业规模小于中国 外贸数据落后于美国 金融业份额太大 这个行业就怕崩 美国再崩一次 金融业会连同其他虚幻行业 在一夜之间闪崩 彭斯这种小丑 有机会在美国臭上一万年 美国想强大下去就要有经济 经济主要依靠美国企业 美国企业想在世界第一大市场 中国市场活下去 必须不能与中国为敌 彭斯显然无视 美国企业和中国市场之间这种联系 认为美国企业 可以在中国人面前强横一些 所以彭斯就拿耐克开刀了 他点名耐克 指明代性地怂恿耐克 捡回良知 出头与中国作对 中国这么大个市场 美国手机 汽车 我们都可以不要 甚至芯片 系统 我们都可以全部放弃 何况体育用品呢 这明显就是拖人下水 想把美国企业推向万丈深渊 现在是美国丢失世界霸权的关键时刻 拿美国的人口结构和历史来预判 美国很可能就这一次称霸的机会 今后再无问鼎世界之间的机会了 越被逼到墙角 中国爆发的能量越大 新中国七十年证明 中国没有被压力压垮 反倒欲压欲强 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 发展成了不断崛起 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中国 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 美国就率领联合国军 威胁中朝边境 怎么办 毛主席拍案而起 上 用三年时间把不可一世的美国 打败 打服 新中国刚刚成立 没有原子弹 美国等一些核大国 动不动就威胁中国 中国怎么办 讨好核大国 祈求不被轰炸 毛主席下定决心 中国也要搞原子弹 这时原本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 背信弃义 突然撤走 中国面临没有技术 没有专家的绝境 面对巨大困难 怎么办 毛主席当机立断 继续干 用了没几年 苏联专家断言 中国永远搞不出来的原子弹 在戈壁滩成功爆炸了 美国跟中国打交道这几十年 只要有点悟性 早就该总结出来了 中国越压越强 今天的中国 莫说北京上海 就看看刚刚举办完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中部中心城市 武汉 那城市建设的发达程度 那美丽的景色 让人简直无法相信 这一切就在眼前 你能想象十年前还是大城镇的武汉 这么快变成国际大都市吗 获得如此巨变的城市 在中国是以打来计算的 正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 让中国人更加自信了 特别是90后和00后 当他们走出国门 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 还不如自己的城市时 他们已经没有了心理落差 其自信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们 中国人的自信 让中国人宠阳媚外越来越少 看待西方变得更加客观与理性 上面写了这么多 我们无非就是想正告美国 你们越是施压 中国人就越是团结 全体中国人的爱国之情 就越会被充分激发 14亿中国人的爱国激情 只要被激发出来 产生的合力 足以摧毁任何困难 任何刁难 为什么中国不可能被打败 为什么中国越压越强 因为这种民族精神 已经牢牢镌刻在 中国人的基因里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